好 零有在投资股票吗 来看到这个让人觉得好羡慕的消息 股王大力光配息91.5块钱 创下了台股历年来的最高股利 总共要发出122.7亿元的现金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大力光现机水位 而超过了千亿元相当充足 公司就决定大方的发股息 让投资人非常惊喜 而台股牛年开红盘之后 市场资金轮动 目前买盘转向是中小型股 像是最近疫情趋缓 向观光股也开始反弹 送走蜀年迎来牛年 过了这个农历年 台股还真的牛战乾坤 封关前我们看到都是中大型股 台积电也是一支独秀 那新村开放板之后 台积电开始休息 类股轮动开始启动 那把资金就跑到中小型股 年过完了疫情警报也暂缓了 台股主流大换手 航运观光股爬起来了 金牛年除了台股资金买盘明显转向 带动中小型股涨涨涨 近期投资人短线操作有力 而金牛年也抬起头来的 还有股王大力光 那大力光在这几天就相对强制了 从新村开放板之后一路涨 涨到今天 配息91.5元 创台股历史新高 因为现金水位充足 加上要对股东释出善意 股王大力光宣布配息91.5元 创下台股历年来最高股利 算一算大力光总共会发出 122.7亿元的现金 也让股民在金牛年 有机会赚尽一头金牛 华视新闻卢令黄昭盛台北报道